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劳拉·万德·坎姆》的一流成功人士早餐前都做什么? 劳拉·万德·坎姆,畅销书作家,时间管理领域的权威研究专家,今日美国董事会成员,卖力找工作,不需要交钱就能建立一份有价值的事业的作者,同时呢,著有跳槽,怎样改变你的工作处境等著作。 他的诸多采访和报道在《赫芬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环球科学》等报刊当中均有发表。 一流成功人士早餐前都做什么?这本书呢告诉我们,在整个世界尚未苏醒之前去筹划一下,哪怕只花费几分钟的时间,也能让一整天看起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而不是一趟无可奈何的苦行。 充分利用早晨的时间,掌握管理时间的技巧,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生活总是过得很忙碌,很多时候啊,会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你甚至没有时间思考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当你为孩子们准备午餐,工作时回复邮件,回家的路上买东西时,你已经筋疲力尽了。 那么,你怎么还会有经历与你的朋友和家人共度美好的时光呢? 更不用说开始嫌你一直梦想着要去写的那本书了。 畅销书作家、著名时间管理专家劳拉·万德·坎姆提出了解决的方法。 他认为啊,总会有时间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关键在于知道去哪里找。 而在这个世界上,成功人士们都知道,如果你问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是在哪里找到额外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增进人际关系和完成个人梦想的,他们会给你一个三个字的答案,在早上。 那么,你所需要做的则是仔细的计划。 注意,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并且要自律。 掌握了这一点,你会惊讶每天的日程表中有多少事情是可以安排的。 通过本书啊,你会了解到,如何使用时间日志来记录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 为什么早睡早起会让你更有效率呢? 如何将新的时间管理技能应用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呢? 不拖延,立即做最重要的事,开始新的一天。 早晨很忙碌,常常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 你从床上跳下来,忙着让孩子们做好上学的准备,然后呢,冲出门去工作。 但大可不必这样。 重新规划早晨,你可以做更多重要的事。 关键是不要再推迟重要的事,现在就去做,而不是等到以后。 每个人呢,都想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想做的事。 这可以是锻炼,也可以是阅读,或者花几个小时在长期工作的项目上。 比如,显年度报告。 日常琐事太容易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了。 当你回复完工作的邮件,洗完衣服时,就只想瘫倒在电视机前了。 这使得早晨成为实现目标的最佳时间。 不妨听听猎头公司,史宾沙斯图尔特北美董事会,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希特林的看法。 希特林呢,也是一个早起的人,他利用早上的时间锻炼身体, 用清晨的静谧时光来思考一天当中当务之极的事情。 还有百事可乐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北卡罗莱纳州维克森林大学商业学院现任院长史蒂夫·雷尼蒙德。 他起得更早,早上五点起床,然后跑步四英里。 在那之后,他会享受一些高质量的私人时间,阅读或祈祷。 然后呢,适合他的孩子们吃一顿丰盛的早餐。 如果去旅行啊,他只住有跑步机的酒店, 以确保自己能够坚持这个好习惯。 也许你也想养成早起的习惯,但总想多睡会儿,这是很正常的。 在下面的内容可以看到,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诀窍是意志力。 最好的沉间习惯是去做不紧急但重要的事。 什么是最理想的早上习惯呢? 不是洗衣服,更不是电话会议等。 最理想的早晨习惯是做那些对你很重要,但需要内在驱动力完成的事。 它不会马上带来回报。 但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 想一个很有创意的项目,比如写一本书或建立关系网,来支持你的事业。 这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事,但只要坚持下去,你就能创造出真正与众不同的东西。 这是大多数成功人士每天都在做的事。 他们早上只关心三件事中的其中一件,事业、人际关系或者他们自己。 让我们从你的事业开始说起吧。 改善你的工作生活并不是收到邮件后迅速地回复,它指的是你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足够的时间去参加的活动。 以代比墨医心情为例,它是一家医疗保健机构的高管,正在帮助布莱德曼大学建立一个健康教育部门。 它试图在办公室里营造一种互相合作开放的文化,这意味着让它的门要一直开着,让其他人知道可以随时进来交谈。 这是个好办法,但有个问题与同事持续的简短会议会分散它的注意力,最终啊,它将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很重要的项目。 怎么解决呢?它可以在清晨选择一件头等的钥匙去做,然后等同事们来拜访时再放松也不迟。 这给了它时间和空间,能集中精力在手头的任务上,不必担心被打断。 更重要的是啊,这让它在完成自己项目的同时呢,为办公室文化做出了更大的贡献。 这就是沉间习惯如何有助于发展事业。 在下面的内容中啊,你会学到更多关于如何培养自己和人际关系的知识。 养成在早晨与家人共度美好时光的习惯,并滋养自己的身心。 你的事业很重要,但它只是支撑充实生活的支柱之一。 人际关系是另一个支柱。 你有多少次下班回家后,发现自己太累了,无法与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呢? 这就是为什么要利用早晨培养你的人际关系了。 仔细想想啊,早晨呢,其实是你和爱人共度时光的绝佳机会。 毕竟啊,在办公室度过漫长的一天之后,你会感到筋疲力尽,只想瘫倒在电视机前。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充分利用早起的时间。 为什么不在黎明和你的伴侣做爱呢? 或者你可以把早餐变成新的晚餐。 一个全家围坐在桌子旁的时间。 无论你做什么,这都是与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保持联系的好方法。 听听凯瑟琳·伯蒙特·莫菲的说法。 他是一位忙碌的税务律师,每天都要熬到很晚。 当他注意到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女儿时,他决定要做出改变。 在与作者交谈之后,他意识到,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奖励晚上班,而不是早上班。 早晨通常很平静,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 伯蒙特决定早点睡觉,这样他就能在早上多睡几个小时。 他的新习惯是正确的,现在全家人起得都很早,并且能做一顿特别的早餐。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三个支柱。 如果你想要更平衡的生活,你需要学会自我照顾。 当生活变得忙碌时,个人时间通常是首先要牺牲的。 责任工作和社会承诺所花费的往往会超过你自己预留的时间。 答案呢,就是在早上腾出时间,自我滋养。 问问什么对你自己是真正重要的。 有些人想参加马拉松训练,有些人想多读书、写诗、冥想或者是画画。 不管是什么,你都可以从詹姆斯·希特林采访的高管那里得到一些启示。 通过早起,他们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开始改变你的晨间习惯吧,记录你的时间,想象一下你理想的早晨。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你在早上可以做多少事,那就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你怎样把你的早晨新习惯付出行动呢? 一共有五个关键的步骤,现在你就会学到前两种。 第一步,通过记录你一周的时间,来让你的早晨更有效率。 一周有168个小时,如果你想充分利用这段时间,并改善你的时间管理,你就要知道所有的时间都去了哪里。 问题呢,通常不在于你如何度过早晨,而在于你如何度过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熬夜不利于你早起,也让人没有精神。 也许你只是在写邮件或者是看电视,但不管是什么,过度消耗精力,从长远来看是行不通的。 最后呢,你会累得不能早起。 也就是说呀,一旦你开始记录你是如何使用时间的,一天中呢,就可以多腾出一两个小时。 也许你是直接给孩子午餐前,而不是自己给他们打包午餐盒。 拿起笔记本,开始记录你的时间。 第二步呢,很简单,想象一个理想的早晨是什么样的,要做到这一点。 先问问自己,完美的一天开始是什么样的。 既然你已经记录了怎样使用时间的,你可以想一下和之前相比会有什么不同呢? 比如作者,他理想中的早晨6点20分起床,除非他想在清晨做爱,否则十分钟后他就会开始45分钟的跑步。 之后呢,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旁,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可以聊聊有意的话题。 当所有人都离开家后,他就开始写作了。 当然,这并不一定是你的理想早晨,关键是要开始想象你理想的一天的开始是什么样的。 规划一下你理想的日常安排,慢慢地养成新的习惯。 现在呢,你已经对自己的一周是如何度过的,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也已经规划出了理想的早晨。 让我们开始第三步。 弄清楚你的理想沉浸计划是否可行。 首先呢,算出你需要多少时间,你能在其他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你的新计划吗? 假设你想多腾出一些时间来准备早餐,你可以花5分钟洗澡,而不是15分钟。 如果你想新计划能够成功,你就需要把一切提前地计划好。 如果你已经做到了这一步,那么你就做到了最激动人心的一步。 养成新的习惯。 养成新习惯需要时间,所以要慢慢地开始,要有耐心。 有时呢,需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养成一个新习惯。 坚持呢,尤其的重要。 不要同时做太多的计划。 如果你想早上跑步,冥想和写作,那就从其中一项开始吧。 你可以在以后添加其他的。 奖励或者作者所说的贿赂,在激励方面也很有作用啊。 如果你很好地坚持着你的计划,给自己一个奖励。 这可以是割据门票,或者是在一家不错的餐厅,吃一顿饭。 最后,第五步。 这本质上是关于微调你的新习惯的。 生活充满了变化,如果你想要坚持你的新习惯, 你就必须要有适应的能力,学会不断地调整。 作者是一位狂热的晨跑爱好者。 当他怀上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他不得不改变他的养生法。 此时,跑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保养身体上。 现在他的孩子长大了,他有更多的时间再次跑步。 今天,他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习惯。 在和家人吃早餐之前,他要花15分钟跑步。 提前计划好周末的活动,享受期待的感觉。 周末是你好好休息的机会,给你的精神和身体充电, 这对你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但人们很容易把这些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上。 到了周一,你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好好地休息。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让周末变得更有意义,提前计划。 与其临时决定周六早上要做什么,不如提前几天列出三到五个固定的活动。 这是一个避免浪费周末的好方法呀,什么都不做。 在疲惫的一周结束时,这是有吸引力的。 问题是,在数字时代,没有事情是什么都不做的。 在过去,人们可能会懒洋洋地躺在草坪上,听鸟叫,看云飘。 今天呢,你更有可能在电视,上网和查看社交的媒体。 有一个计划就可以减少无意义的活动,没有必要很确切,决定每天的每分钟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几个活动来充实你的周末。 这些活动呢,是什么完全取决于你? 你可能想和你的家人去野餐,或者去看电影。 还有一件事要记住,如果你想充分利用周末,一定要计划一些不寻常的活动,并学会在一周即将结束时享受期待的感觉。 周末的意义在于它和一周的其他时间不一样,你需要的是休息。 这就是为什么要做一些在其他五天里都不会做的事情。 为什么需要提前计划呢? 提前计划是有好处的。 你在日记里写了一些有趣的事情,你就会有盼头。 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想想看啊,期待是圣诞节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等待打开礼物的瞬间是如此的美好。 现在你知道计划有多重要了吧?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些实用的技巧,帮助你做到这一点。 把你的周末计划列出一份清单。 有很多方式来计划你的周末,让我们来看一些你今天就可以实现的愿望。 第一个建议呢,是列出你的前一百个愿望。 这听起来可能很多,但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你只列出你的十大愿望,你很可能会因为实现不了而放弃。 比如参观墨西哥的古代遗迹,或在卢浮宫吃一顿私人的晚餐。 当然,有美好的愿望没有错,但你不可能在一个普通的周末做如此奢侈的事情。 然而,一旦你开始扩展了这个清单,你就会在周六或者是周日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当你的孩子在公园里玩的时候,你喝了一大杯草莓奶昔。 所以啊,拿起笔记本开始写吧。 最好让你的伴侣或家人也这样做,你可以看到你们重叠的地方,并开始计划一个美好的周末。 但是,计划并不意味着要窃窃到每一分钟。 简单的计划就很好,不需要写很多的细节。 比如,周六下午带孩子们去海滩,或于安妮和彼得的周日午餐。 最后呢,还要有休息时间。 周末是你恢复活力的好机会,如果你想休息,就计划一下。 这是可能的,如果你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就要让他知道休息对你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想睡一个小时,就告诉他这是你的计划。 很快,这就会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可以同时考虑他们的需求,这样做会更简单。 采纳了这些建议呢,你很快就会享受宁静和愉快的周末,为接下来的一周做准备。 这就引出了我们的下一个话题,工作。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呢,我们来看看改善你的时间管理,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呢? 把你在办公室的时间都记录下来,这样啊,可以提高你工作的成功几率。 你花多少时间工作睡觉和做家务呢? 总结一下,然后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确定这是正确的吗?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时间花在哪儿,但高估了一些事情,如睡眠,低估了其他事情,如家务,这是很常见的。 工作属于第一类,人们通常高估自己。 这让你对如何使用时间有大致的了解,关键是要学会注意自己的时间。 这个技巧啊,可以帮助你优化工作时的时间管理,注意你的工作时间。 你可能会发现,你实际上每周工作50个小时,而不是80个小时。 这些假设有一个足够简单的理由。 人们高估了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所花费的时间,低估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花费的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做家务或写邮件似乎要花很长的时间,但你呢,总觉得自己睡眠不足。 前者是不愉快的活动,而后者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写时间日志会让你对如何度过每一天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以记录你在一周中所分配的时间为目标,记下所有花在工作、整理等方面的时间。 你可以使用电子表格或者是应用程序来记录。 如果你做到了这些呢,你就为下一步做好了准备。 这是使用你的时间日志来帮助你更好的计划一周,会使你的工作更有效率。 迈克尔是Imagency Nick网站的创始人。 这是一个专门储存个人信息的网站。 如你的病史,它供急救人员使用。 迈克尔利用周日下午的时间来思考未来几周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旦他解决了这些问题,他就会与他的团队分享自己的见解。 这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在周一早上需要做什么,这让他们能有效地利用时间,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 所以啊,在你的日历上写下一些计划时间吧。 你会发现,当你计划事情发生时,事情通常会发生。 你可能要开始,嫌你已经推迟很久的年度报告了。 为了成功做计划,把那些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益处的工作去掉。 成功是计划的果实,要想成功,你首先要使成功成为可能。 这听起来有点重复,对吧? 而事情远比表面看起来的更复杂。 为成功打下基础,就要知道你每天需要先完成什么,要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问责体系。 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 设定远大的目标当然很好,但这意味着你最终往往会达不到目标。 那是因为你不可能在每天的基础上实现它们。 以美国著名的健身企业家查林·约翰逊为例,他把自己的两家公司卖给了健身公司Beach Body,并成了他们的顾问。 他的长期目标呢,是使公司更有利可图。 但这不是你在办公室每天都能做的事啊。 约翰逊的解决办法是给自己设定更小,更容易实现的日常目标。 通过每天完成自己的目标,他慢慢地坚定地朝着实现更大的报复努力。 例如,他打算安排一次与CEO的电话会议讨论市场营销,并安排与项目合作伙伴的会议讨论另一个策略。 实现了这些小目标,他就有了更大的动力。 问责制是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关键。 这都是关于与别人分享你的目标,把他们称为负责任的伙伴。 他们的职责呢,是检查并让你知道你是否完成了每天或每周的目标。 计划到此为止,通往成功之路的下一步就是减少那些感觉像是工作,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实现的任务。 比如电子邮件,发出和回复上百条信息是很常见的,当然其中一些是必要的,但你很容易在没有完成任何事情的情况下感到力不从心。 有时候关掉你的收件箱,专心做重要的事情会更好。 这可能是在做一个演示,或者为即将到来的团队会议做准备。 排除干扰,你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任务实际上花费的时间比你想象的要少得多。 职场上的成功在于实践,在于积累职业的资本,在于寻找乐趣。 有些事情呢,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但仍然觉得很难付出行动。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历史悠久的事实,这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呢,是熟能生巧。 改进的最大障碍之一,是在自动驾驶仪上运行。 考虑驾驶,你上了车,转动钥匙,出发了。 当你达到目的地时呢,你几乎不记得你的旅程了。 这是很方便的,但不会让你成为一名更好的司机。 如果你想提高,你需要有意识的练习。 想想一个有报复的作家吧,是写一大堆的散文好呢,还是让他的同龄人来阅读和评论他的作品好呢? 第二种的选择更难,毕竟批评会刺痛人,即使是出于好意,但这也是唯一的出路。 一个寻求帮助并调整风格,以接受批评的作家,比一个在自动驾驶仪上工作的隐士更能获得成功。 接下来就是学习获得职业资本,为将来的机会做准备。 职业资本基本上是你到目前为止在工作生涯中所获得的一切。 你的经验、人脉、技能和职业个性,你可以把它当作一种货币,用来购买新的机会,比如升职。 保持你的账户充足,意味着你能够支付得更多。 确保你的账户有盈余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培养你的人际关系。 这都是关于建立信任。 当人们知道他们可以依赖你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给你小费,为你说好话。 最后呢,还有幸福。 你越关注成功的迹象,你就会越快乐。 哈佛商学院教授特里萨·阿玛比尔和发展心理学家史蒂文·克雷默进行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 在他们的进步原则艺术中,他们查看了美国多个组织中不同团队的一万两千份的日记。 他们发现啊,76%的员工快乐的日子也是他们取得突破的日子。 积极的反馈或在困难的项目中出现的灵光,肯定也会让你更快乐。 最后呢,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适当的时间管理不仅会让你的早晨从容有序,降低你的压力水平,还会提高你在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帮助你最大限度地利用周末。 关键是呢,要学会掌握时间。 如果你知道所有的时间都去了哪里,你就可以开始制定计划,更有效地利用你的时间。 这对你的事业和个人生活都有好处。 此外呢,作者还给出了一些建议,慢慢来对待办事项要做好规划。 周末是恢复活力的,他们是你抽出时间给自己充电的机会。 不过,这并不仅仅意味着休息。 就像假期一样,他们是用来做你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时间都用来做家务,想想你真正想做什么。 也许是一日游,或者只是在咖啡馆喝咖啡。 不管是什么,制定你的计划并坚持下去。 好了,劳拉·万德·坎姆的一流成功人士早餐前都做什么,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